北京朝陽區18里點鄉政府 在11月12日上午 強拆了當地居民郭啟曾的家 郭啟曾被打傷 她的妻子藍屬鄉被扭傷 當地村民蕭女士表示 11月20日 居民郭桂军的家也被強拆 她的妻子還被打斷腰骨 郭啟曾和李海榮 原本獨立參選今年人大代表換屆選舉 自從10月15日 北京14名獨立候選人聯合發表競選宣言後 18里點鄉政府就開始強拆村民房屋 兩人被迫取消宣傳活動 退出參選 另外郭桂军過去也曾獨立參選人大代表 記者2號打電話給郭啟曾和李海榮 郭桂军以及14名北京獨立候選人 但是都打不通 北京強拆戶劉先生表示 北京強拆持續進行 她家裡的祖屋 是村裡集體土地建的合法房屋 但是在2019年被區政府無預警強拆 到現在都投訴無門 政府當年給我們強拆也得給我們解決 我們是十好幾戶的 一塊給推的 產車把租金回到這裏 財產都沒了 我的祖祖外本租金都沒有了 照誰誰都不管 公安部不管 找政府 找區域政府 找市政府 找村委會 找鄉民的公司管 我可以看到 我的祖父子 我可以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